思辰 你怎么在咳嗽啊 我有点不舒服 你是不感冒了呀 小感冒 睡觉就好了 陈飞昂呢 他去和艾利克斯的团队 谈并购的事情了 你这严重了可不行 我去帮你买药吧 坐下 陪我待一会 这什么 哦 对了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你忘了吗 你发给过你的资料 让我全部背下来来种 那我生日也就种这么小一个蛋糕 我回来的时候太晚了 所有的蛋糕店都关门了 不过我特别的幸运 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小男孩 他正好也在过生日 你从人家小朋友手里 抢了一个蛋糕过来 对啊 哦 不不不 其实不算是抢 我给他唱了一首 完整的生日歌 然后他好心的 分享给了我一块 我也要听生日歌 许个月吗 你先唱歌 行 给你唱 好 祝 你生日快乐 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的愿望就是 希望它能一直留在我身边 学什么愿 不告诉 小气鬼 那分蛋糕吧 谁说跟你分 尹司成 你不知道什么叫见者有份吗 再说这是我买的 想吃吗 来请 好吃吗 甜吗 甜吗 真好看啊 别照了 你已经很美了 我太喜欢了 谢谢我的好闺蜜 我爱你哦 好了 给我看看 你们有没有拍什么 时尚的米兰风景大片 大片倒是没有 不过有一些风景照 看看 不对呀 你这个有情况啊 不 不是 什么情况 你别瞎说 你看看这张 他看着你眼寒秋波 你看着他寒情默默 哪有 还有这张 他挽着你双甲通红 还不是我情况 够了 就就就正常的合影 对不对 就 不可能 看看这个 眼都眼不出来的 顾琪琪 说实话 是不是有情况 是不是喜欢她了 嗯 服装厂的打板怎么样了 哦 打板呀 回来了 我跟你讲可完美了 你看看 怎么样怎么样 毫不夸张地说 我就是天才 不过啊 我们这才刚开始 是男的还在后面呢 嗯 他们怎么在这儿 哎你别动他们 这是我的招财位 不是说这两个小熊师送给我们的吗 我让你也沾沾光 跟我一起吧 我沾你的光 怎么看不起人呢 我马上要开自己的店了 说不定到时候发了财你们外貌求着我入主 顾琪琪 你要想清楚 写一份企划案和开家真正的实体店 还是有区别的 没关系啊 无论有什么困难我都会克服的 你就这么有把握 当然不是 不过我觉得总要为自己的梦想 努力一把吧 梦想对你来说 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啊 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就是开一下属于自己的品牌店 所以 不管中途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一定有完成的 妈 回来了 来来来 快来坐 妈给你带礼物了 杜明月还没忘了妈妈是吗 你说什么呢 干嘛拿这种眼神看着我啊 看你啊 一脸的甜蜜 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 哎 告诉妈妈 这次去米兰 是不是跟思辰很甜蜜啊 嗯 哎 甜蜜什么呀 我们就是普通的 嗯 不齐关系 有什么甜蜜的 哎 妈 嗯 那个特别吵的那个机器呢 什么时候换呢 彻底坏了 还好小莫那天过来 帮忙让朋友送了一台 哦 说是特价机 非常便宜 哪个小莫 莫子欣啊 哎 我听他说呀 你们俩现在是邻居是吗 对啊 好 等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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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什么呀 给 妈 你跟我这还讲什么鬼礼啊 这什么呀 您罗亲团 谢谢妈妈 我就知道你 看把你馋的 嗯 我跟你说 这个是给小莫的啊 那你谢谢人家 给我帮忙 记住啦 不许偷吃 学长